大家好,我是YouTube频道热门舆论新闻163的主持人 很高兴再次见到您 订阅频道,这样您就不会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这是今天的新闻 王一博新电影将开机 继梁朝伟之后,再次和影帝合作 王一博自从长空之王,杀青之后 郑主几乎没有什么动态和消息 但依旧抵挡不住网上对他形成的猜测 以及他接下来作品的安排 王一博转型之路,不断进军电影圈 王一博作为现在娱乐圈炙手可热的顶流之一 流量大热度高,关注他的人自然也不少 不过在关注的过程中也有发现他正在走转型的路 甚至不少人都预测他近两年可能会主攻电影 圈一方面提升自己演技实力 另一方面也是从电视剧到电影圈的一个跨度转型 作为全面艺人多期发展还是蛮重要的 从他现在的代播作品中就可以看到 四部作品除了《冰与火》之外 另外三部都是电影 分别是《无名》、《长空之王》以及《维和部队》 不同的题材、不同的角色塑造 对王一博来说更是不同的挑战和机会 虽然还未上映 但是想要观看人数以及其他的观众却不少 一直以来对于演员和艺人圈来说 电影似乎比电视剧显得更高级一些 所以很多演员们在有了自己的影视作品之后 都想要想着电影圈进军和转型 这也算是一种认可和不同的演艺事业路线的规划 王一博在《长空之王》 杀青之后就一直有消息传出 他会休息将近半个月的时间 然后在五月末重新进组拍戏 也算是无缝进组 当初拍摄《长空之王》 陆续地闭关了四个月的时间 这次无缝进组又不知道会多久不能见到郑主 虽然摩托姐姐作为粉丝会想念 但大多数作为事业粉来说 能够多多拍戏带来优秀作品 同样也是观众和粉丝的期待 再次与影帝合作 将与黄渤进行第四次的合作 王一博下一部电影将会拍摄《惊叹号》 与影帝黄渤合作的消息一出来之后 迅速引起了网友们的关注和讨论 一些大V和蓝V也都有相继的爆料 不仅仅只是王一博的下一部作品 同样也是因为这次的作品阵容 黄渤影帝出身 实力不容小觑 这也是王一博在集合梁朝伟合作 吴明之后的又一影帝合作 值得一提的是 这不是两人的第一次合作 之前有过合作舞台的机会 林林总总加起来就应该算是四搭 从最开始的创造101 王一博是导师 黄渤在节目最后期出现 这是两人第一次一起录制同一个节目 黄渤最后安慰学员的时候 每一句走心的安慰和鼓励看的观众们也很动容 而且还在采访中不停地夸赞王一博 可见对王一博的欣赏 第二次合作便是王一博和黄渤 再这就是街舞三里了 当时黄渤还跳了王一博的舞感 还和王一博组了Mambles舞团大跳变宿女团舞 真的是既搞笑又欢乐 不少博主也有说在电影《无名日中》也有黄渤 但这个是否确定还未可知 如果是真的的话 那么这次两人在合作的话 也的确算是四大金马影帝街舞老OG黄渤加上C世代青年演员王一博 这样的组合真的想想就期待 王一博不断地和前辈实力搭席合作 对他自身来说也是一种锻炼和学习 更是一个为自身不断地积累经验打磨的过程 一个人只有不断地努力 朝着既定的目标去实现梦想 才能够在这条路上越来越发光 拿出优秀的作品 用好的角色与观众见面 才会不辜负所有人对他的支持与喜爱 而王一博同样也是这样一个努力且坚定的人